大家好,欢迎收看堅仔试集美丸,我是波仔 来到星期四有9场菊草夜马赛事 头场开跑时间是6点40分 今次夜马赛前有26匹马曾经试过 稍后时间会和大家看几匹试集有好走势的马 如果你看了节目的你 因为赛前已经成为我们堅仔的客户 又或者已经下载堅仔到你的手机平板电脑上 如果你对我们堅仔的客户有更多的兴趣 想续我们的年快的话,现在有个优惠 好了,马上看看画面吧 1加3快闪优惠,由7月2日至5日的时间 如果你是我们的旧客户 想续我们的商年费加平板电脑 上网数据卡和这个键盘 原本是4988 在这几天的快闪优惠中,减200就变成4788 如果是新的客户 本身你之前只是下载了,但未再加过年费的话 本身就是5988可以得到以上的东西 现在减200就是5788 优惠期有限 假设如果刚才我所说的 你赛前的时间还没看这条片 排完之后,先去YouTube看 其实也是有时间的 所以快点去自电话WhatsApp 55361016这个电话去查询一下 好了,马上回到我们堅仔赛的界面吧 先看第二场的赛事 六号码,美丽第一 这次背小17磅,背118磅上阵 田太空也骑过这匹码去入位 我们看看 右上角的箭咀,按一按 也可以看到人马合作成绩 建制第一场所有功能都是免费的 按到这个版面,一样看得到 美丽第一 这匹码,田太空骑过一次,上名了 好了,回到这匹码的试集 这次他休息了43天 埋门在6月25日试了一货泥地集 其实这一组集里面有些马已经出赛过了 例如,敬爽,敬马一心 但是上一次,刚刚这个礼拜一 就是昨天的赛事里面,没有看这条片 因为敬马一心和敬爽 在集里面的走势一般 好了,最大的我当是绿色仔 粉红就黑衣、蓝帽那只 就是美丽第一 那么快闸的 一直都是沿途走着在中外档那里 都没有刻意 要迫到一只马上口 要铲起来 都是顺势 怕着你敬马一心 敬马一心回来 虽然不太断 但是观望过他的神操 上来的程度还是差一点 所以就没有特别勾画这条片 即选这条片出来给大家看 反之,美丽第一 这条沿路走着二跌望空 回来都是相当之轻松的 刚才说了 什么小17磅是他呢 今次在第二场里面 有紧张大师和状元及帝去放头 他在第二三位 应该都相当之好跑 而且陣上 他不一定一味靠放 他是懂得少少追马 所以我觉得这只美丽第一 这次又有机会欠150万的特别奖金 加上马房现在领先两场 再散多两个的话 带来一点 相对稳定 所以这一只美丽第一 大家可以先抹下他 好了,接着看第三场 我的红涛新星 在季美时 继续有个加油集给他试一试 其实上一次赛前 都是没有这个准备 不过上一次他又隔了六天再跑 在可能在这些马斯心目中 当然没有机会再试集 好了,今次就休息了差不多一个月 看看这一批马在布门的跨下 试了货1050米的泥集 好了,1050米的泥集 就是排着一档起步 这一组 将会在星期六跑 还有新马,譬如马力等等 好了,一档起步的他 他又未算是最快弹出来的 那一只小小瑕疵 跟上一次跑直路赛的事情 都是些少女童 好了,前面放头那只 就是海南部 接着在第二位的 就是外面三叠 就是万众开心 第二位的那只 就是没有记错 就是富贵区 是回来散了 第四位就是有你有我 接着六三的经典时代 红图新星就在内栏大一尾尾的位置 这一货集虽然起步不是很快 但是看到布门拖着他 就进到直路的时间 准备移出去二叠 他没有整条栏 你看到他换脚 这里还在出正脚 很快就已经换脚了 所以时迟那时快 进到直路纳士这个末段的时间 都是轻轻推送两下 走势都相当之轻松 吃过沙啸的那只马也没有抗拒 我觉得这货集他都试得不错 虽然名次上人不入三甲 但是整货集他写上来的走规 都是相当之流畅的 是小小挑的 的确是起步不够最敏锐 不过第三场 都是很多子丹的快马 例如颜色黄指 还有大番树也很快 聖万金 也都是上了口自己都吞了 所以有正常的捕捉 希望这只熊涂新星 就会对他追 接着再看到第四场的时间 日中月圈 上一次在潘顿的夸下 老猫消瘦 讲匹马 起步就打了钢架 猴竹树立就失地甚多 回到来 他有追回两步 追回一个朱三个多身位 走光是不错的 相信这一批的三岁仔 应该谷草性能也不差 看看他最近那一集 他叫四号卫士 只有五只马 刚刚跑过来 洛河也跑过新马赛 看一看 背马仔五档起步的情况 武漫杂 男帽子起步都是头两只弹出来了 里面是洛河 里面是洛河 中间是自转高升 包到尾就是大象雕神 这一只日中月圈 上一次可以抹掉它 因为一早已经是 错失了仙基 可以这样计算 这次下回霍宏星手上 如果大家查回 这一批马很早期落地 或者较早期的时间 都是由霍宏星去操练和试习 辰转之后 潘顿会停赛 下了他手上 我相信必须要把握这个机会 看看这只紫色衣服的男帽子 刚才潘顿 轻轻的一滴 就已经换了脚 进到直楼的末段 都是轻轻的推送 没什么逼迫在马上 走势我都相当轻松 看看第四场 上载可能会放 精明勇俊 会不会跑完牌千四之后 现在没那么快呢 还有 神希丽人 其实都是这个十当 如果他跟着这一批 是上载过来的 其实我觉得日中月转 这次的四档相当之好跑 因为如果好像那一批 正常放在中前位 我觉得都能吃一个挺不错的形势 看看这一场有没有机会 趁着潘顿停赛 霍宏星拿到这批马 就看这批马开债了 好了 说到何言之下 他有马会再上阵 似乎还没收够 就是那只五长四路的北海道 上一次的位置 赢上来就瞄得很瘋 因为一出门 放好位置 后面红海健就跟着他 信心性走到前面 就自己领放 回来有气管有谈 但是跑完上一次之后 上次几十天就马上跑 今次就休息了29天 也上重化 再试过门 整套功夫就相当完善 似乎北海道真的去一次不够 去够两次才够个人 看看他重发这货集 当时他就排在中间位置 没有记错 他就排在二档 旁边有些发落骑兵 也是看他 中间白备梁就是发落骑兵 二档的北海道不是最快的 现在留在尾尔位置 外面有加盈威风在第二位 第三位白姓威龙 上来的南白间 conoced Tok是包装致善 尾尾尾或是白勇士 放头这姓发落骑兵 也是有小巧 tip 放头的恐吨 加上皇渤给我软眼 він可以自己抢 一只1650的马 四千二集起步慢了一些 现在跟手落后两个多码位都不算太差了 入到直路的时间 都是慢慢移出去 像某个评语一样 顺势而辞 都没什么刻意逼下去 因为它都是赢 纯粹让它上完重化 不要完全放松 是出来试货集 提提匹马 准备又会再上阵 所以刚才说了 整套功夫看来都是像未收够丑的情况 就像之前加上星球那样的情况 好了 轻轻给了两步 前面黄波尼斯的发落骑兵就放到底 包装至线上次试了一步粗而输 接着最近四分一集 会不会再上阵就未知 不过这些货集包装至线都很轻松 第四位的北海道也是一个不错的走势 所以都有选给大家看 最后一只就是在第七场 三号马瑶宝区 其实如果有看上一集 我都有讲过这一货 6月14日的一千米的草地集 当时就是看这一只精彩尽障 其实刚刚在田草直路赛 昨天的第一场 他都走得不错了 详情选择了就跟进了 可以看回南马精选 耀保区是汤普新上市的 这一货是一粒眼罩的 以往最初跑得好的事情都有这个配备 就是说很精神的 就是说很精神的 155这一只还在扭转 八档那一只精彩尽障 都是不理你自己在这里 就是站定是定 好了 今次看不看八档了 看一档那只就是耀保区 这一步就应声弹出 中间有些马开始迫上来 还有飞云 还有外面的精彩尽障 很精神的那几匹 耀保区现在在一档那里 叫做落后了一点点 因为耀保区也不是一只要靠放的 放头那只就是大众经典 精彩尽障 飞云在第三位 麦兰就是耀保区 后多少还有包装覆升 好精神 海边碧海蓝天等等 后面那些仙道仙道就远离水净 耀保区现在在第三位 他因为休息了八十多天 所以在最终的集团里散开那些墓头 我觉得也是对的 直接试一试马 休息完之后 那个局座的兴趣会不会还在 好了 最终的集团是有反应 正确的进账 刚刚在四班一千米 或者很精神 之前都在四班里会接近 所以追得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一组集的水准是可以作准的 所以看看这次了 回到夜马路程的千二米 有些新鲜感 有些体力 那会不会在这组里面 跑得好 希望暴民先生 没得判断就会更加聪明 好了 跟大家看过五匹马的试集之后 也很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提提大家 肩仔赛马APP 其实是免费下载 下载了下来 刚刚所看的试集片 赛事片 统计资料 现在未有的赔率 还有各场的文字分析 几位的拍档 都会应有尽有 第二场所有功能都是免费使用 第三场之后 打后就有一个营运收费 所以有限度的供应 我们肩仔赛马APP 就会分回日月年费 想之后更加多详情 55361016可以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试玩 觉得真的不错 当然推荐给大家 就是有一个优惠 快闪优惠 1加3 由7月2日至5日的时间 不论你是新客户或旧客户 应该是新客户或旧客户 如果你现在逐一 或者是买我们肩仔的两年年费 就是想获得平板电脑 上网数据卡 加上这个键盘 就像在画面里所说 旧客户逐一是4788 新客户是5788 比起我们在做快闪优惠之前 是减了200元的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一次节目时间 再和大家看看试集有什么好码的 拜拜 Hello 各位肩仔马迷 今天有个蝕着卖蝕着做的 肩仔买一送三计划 推介给大家 是帮你省钱的 双年费的优惠 加上很多东西 每个月只是250 肯定是最划算的 你第一个月交钱 就已经即时拿走我们的 荣耀X9平板 连南牙键盘 还送你一张全年的数据卡 任用 三个东西加上 总值是$2500 你现在只需要用十分一的价钱 即是每个月250元 就可以拿回家 那还不是最划算 还有两年的肩仔 让你任玩任用 每个赛日临场 你可以用大手升跌 和云数据看大户飞 还有帮你准确预测的马平贴士 预测跑法 当然不少得 可以掌握到每一场大数据的统计资料 和尖料秘笈 两年内 这些东西全部通通用到 每个月我再说一次 是$250 这么好处 真是假的 那买东西当然要选一个划算的 我们真是蝕着做 这次一定是最划算的 其实我们都是想大家用好一点 有部更高阶的平板 有更好的跑马体验 享受肩仔 享受赛马 这部的X9平板 还有11.5 吋的2K 高清屏幕 除了可以带给你超流畅的肩仔体验之外 平时用来打机看片都很棒 连同荣耀蓝牙智慧键盘方便携带 一个按钮就连接 去到哪里都能用得到 那你说在街上没有WiFi 能不能用到 回到大陆没有网络 又能不能用到 我说明去哪里都没问题 当然是帮你想想 你把我们送给你那张中港数据卡 进入到平板 去旅行回到大陆消费 完完全全不受影响 是不是很吸引呢 有兴趣的 快点WhatsApp或打来 5536 1016 买回吧